Hello 大家好 我是倩倩 森林里的东音乐会一直都很受欢迎 前面已经有出过莫扎特贝多芬 接下来就是音乐之父巴哈啦 巴哈也是皮宝非常喜欢的音乐家哦 然后在这里一样他可以开关 然后可以换电池 那我今天就来为大家播放一下巴哈 然后像这套书就是很棒的是 他会介绍 他会透过这里再去介绍一些 关于就是音乐家生平的故事 然后他一样会有一些触觉动动的部分 然后当然里面就是所有这个 音乐家的作品咯 他实际很爱摸这个 触觉 我就没有全部播完 可以听一下 但他的时间其实都蛮长的 而且你看他的图画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很喜欢耶 因为我觉得就是 看这个画面很美很有美感 然后听这音乐很舒服 就让孩子就是又有美感又有音乐的素养 是很棒的事情 这个很特别哦 他这个是大剑琴 他说那时候很流行大剑琴 所以巴哈想要和音乐很有名的音乐家比赛 但是呢那个音乐家听到巴哈的演奏之后 被他吓到不敢比赛 也太可爱了 太强了 然后就是动物乐团 跟大家一起演奏的乐曲哦 而且如果你的孩子也是喜欢钢琴的 巴哈为了他的孩子跟妻子写了很多用来练习弹钢琴的乐曲 然后都非常适合练习演奏的技巧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学音乐都用巴哈的乐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